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您的甜品 我是米思恩 今集想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来到台湾之后 生活和在香港有什么不同 首先想讲一下 第一 我们香港人很多时候 如果两夫妇都上班 就会聘工人 所以来到台湾之后 你是没有工人 那谁是工人 那我就是工人 但是幸好 因为我是教家政 所以一直灌输给孩子们知道 家务是要全家人一起做 不是只是妈妈做的 所以从小到大 所以就算是工人 一放假 星期日一放假 他们都会帮忙做很多家务 就是扎盆 抹桌 洗衣 浪衣 这些 煮饭 我们也教他们的 洗米 这些全部都懂的 所以来到这里之后 因为我今次来 我只是跟我大儿子来的 我小儿子和老公还在香港 所以一起床 抹大一只死人眼 就是去煮水 去洗衣 开机 然后才去拆 生活跟以前在香港 有工人完全不同 你每一天就是要煮东西 我因为家政 我很注重健康 我又不可以餐餐 接受自己出去吃 所以就变成了又要煮三餐 你煮呢 以前我叫我星期日要煮 我都是工人姐姐洗切晒 放在冰箱 我拿出来煮 但是现在就不是了 你一手包办 又要洗 又要煮 又要切 所以其实是忙了很多 而且你发觉是 为什么这么快有一餐 我大儿子来到这里之后 他有一天就坐在梳化上 我来台湾干什么呀 我日日的生活就是 洗碗洗碗又洗碗 没错 因为我是很恨洗碗的 因为洗碗我觉得是很痛苦 我不知为什么洗得很慢的自己 所以我是不喜欢洗碗的 在香港就算有工人 我都买了洗碗机 一来怕工人洗得不干净 二来又觉得有洗碗机 是更加干净 所以是好些的 现在来到这里 我又没买洗碗机 所以要洗碗的话 我真的很不想洗 所以就叫了我儿子去洗 他很乖的 他真的全部洗完 这个就是来到台湾最明显的大分别 就是你要做家务 我觉得我是会适应到的 小小辛苦一点 但是你会觉得那些东西是自己做干净 知道东西放在哪里 你会感觉到吃东西都好像干净一点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工人姐姐就是打工的 所以总是有些东西你不叫他不抹 有些东西你又不理 那你自己家里嘛 你自己要知道 所以你抹刀努力一点 就抹得干净一点 我自己觉得 第二样觉得最不同的 就是扔垃圾 因为在台湾扔垃圾 是需要分类的 所以看到我这里 挂着这些包包 其实一个就要装纸盒 一个就装一些胶袋 再看一下垃圾桶 也要有两个 一个就装厨余 一个就装一般的垃圾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因为自己本身就喜欢环保 但是你在香港分离都没用 全部都是一堆垃圾 所以来到台湾 我觉得我都很乐意做这个分类的 也有样东西好笑的 因为自从有这样分类之后 我儿子也要扔垃圾 他洗完碗 有很多厨余 然后他有一次 因为煲了苹果的汤 然后他觉得 为什么有这么多厨余 然后他就在那里 他说 为什么这么多 这么多这些要倒的 然后我说 不一向香港都是这样 你看不到 平时公司是姐姐倒 然后他自己拿去匙巾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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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 湯渣是有这么多的分量 那我就看着他 我说 算了 OK的了 我们都喝完 那些汤的精华 那些都没有味 都溶了 用到尽了 已经倒得了 然后他好像不太捨得 就把那些 苹果渣 肉渣 就倒了去 但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我在香港 他活了十多年 都学不到的东西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浪浪费 但是在这里 我来了三个礼拜 他已经 连汤渣都想吃完 那我觉得是 是很好的事 接着呢 我就想说一下 去买菜 那你见到我这样 这个呢 有个碎碎的 那其实呢 我在香港一向 都是用那些 购物车 那现在呢 我就会 拿了这个购物袋 有个碎的 那里面呢 就会放两个胶盒 那用来买鱼 用来买猪肉 可以放在里面 那里 那是一些濕的货 那然后呢 就会再有这些 这样的 就是环保袋 可以 装着一些菜 那这样的 那其实呢 都尽量少用胶袋 我自己都喜欢环保的 台湾的街市呢 就和香港有点不同 因为呢 台湾街市呢 你知不知道收多少点呢 他们呢 每天呢 大约1点半左右 即2点前 就已经收档了 那如果你2点多去呢 是已经无数卖了 那你已经收完了 那还要呢 是同星期一呢 是很多档都会不开的 是没有送买的 那他们星期一呢 就是好像休息 那样的 那就和香港真的 很不同 那你香港 通常8点多就开 开到 黄昏7点半 开7点左右 都还有送买的 那我就说 那放工 那才去买送 那便不能买 那我就问了 那我就问了我台湾朋友 那他就说呢 如果呢 真的在台湾是上班族的话呢 是要 是要 星期六日的时候 一次过买了 那些菜 在雪櫃 那昨天呢 就去了西门町 买了一个自拍神器 那所以现在呢 就不用再 用些纸箱在那儿 在那儿堆搭 那样摆个手机了 那现在可以用自拍神器啦 那希望大家 记得给like啦 记得subscribe啦 还有记得share 给身边的人啦 拜拜